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学的是 如何来建立 Word War这个游戏化的平台 非常简单哦 现在请大家第一个来搜寻引擎 然后呢输入 Word War自强 我们来到这个网站 好 那如果说你第一次进来之后 可能是英文版 推荐大家 你可以用一下我们简报旁边 会附注的这个网址 Chrome Web Store 在搜寻Google翻译 会找到上面的这一个网址 那请你在这边 帮我选加到Chrome 这样子的话 以后登陆教育账号 或者是Gmail 你就会发现它就在上面 只要有同步的话 那这样任何的英文网页的话 都不用担心 就会发现你把它选繁体字 你就认识咯 好 那我们现在的话 先回到比较熟悉的英文的页面 这里的话请大家选的是login 好 来请你登入 第一次的话可能要注册 我们都会跟Google账号来联动 Sign in with Google 大家可以选一下 好的 这就是我平常在用的一个后台 我创立好的 那第一次的老师 请你按Create Activity 免费的话呢 我们会有18个模式 好 然后呢 如果你有付费的话 会有更多的模式在下方 有三种的付费模式 那我们现在的话 先挑第一个模式来示范 大家就知道它没有用了 我们选的是Match Up 一般来说 假设你是要考同学 一个问题 我们先打一个标题 比如说 国小的社会题 好 那一般的话 你可能会做什么事呢 比如说阿美族 丰年记 如果各位老师 你有所谓的题库 直接把它复制贴上 一个一个也可以 那现在要教大家一个 非常方便的方法哦 如果说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料 它已经做好了 一个表格 两排的话 你直接按Ctrl C 再回到我们的页面 到第一题的地方 好 请点一下哦 神奇的事情出现了 只要按Ctrl V贴上 一秒就完成了题目的输入 这实在太方便了 那这样就完成了后台的设计之后呢 请大家请按Done 我的话 我的话最神奇的是 免费版马上帮你生出了五种游戏的模式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好 那你就可以玩阿美族丰年记 再来 好我们第一个的话 先直接来玩一次哦 布农族的话是 社稷 赛夏族是 好我们试做而已 那我们就交交答案 那当你做完之后呢 你的成绩就会出现在Leadable 也就是你的排行榜 好我们按Enter输入自己的名字 所以学生就可以比赛说 谁的速度是最快的 那另外的话是 你也可以把下面的板子换一个颜色 就很有变化感哦 你看同一个游戏 还有不同的底色 另外的话是你可以按右下角的这个哦 非常重要 请您按Share Share的话就是分享 所以你可以选的是这个地方 你可以选的是 诶是要给哪一个学生呢 好五年级 再来的话是哪一方面的 是社会 就找一下社会 那你就可以按Publish 那我们就按这右边的话有个Copy 就可以把这个连结贴到我们的Google Classroom 给学生派发作业 请他们来比赛 就会出现在下面的排行榜 你也可以用截图上传作业成绩哦 好 那这样子示范完了之后 非常适合当课后作业 也可以当上课的比赛 好 那下面的话一个Set Assignment 更是简单 你可以写一个社会 那这里的话把Leadable把它划线 好打勾 你就按Start 一样就会有一个Copy 一样可以派发作业 给学生 World War最受欢迎的地方之一 是因为后台输入非常的简单 我们现在拿Game Show Quiz来举例 如果是平常的时候 是不是会把题目跟答案 慢慢的打字贴上 或者是一个一个的贴上 那现在不用哦 如果说您的题库中 是像这样子的话 题目有五个一排 你就可以把五个一排 直接在题目区贴上 它可以辨识这是五排的题目 那如果是答案怎么办 答案还是需要像这样子 你要把它 一题四个选项贴在答案区 不能够同时贴上 它没办法辨认 那再来这里的话 就要自己把正确答案打勾 第二题也是这样 非常的简单 至少比自己打字还是快速哦 那第二个要补充的是 如果是英文老师的话 请注意 英文老师有一个很方便的 如果您有用过Quizlet 它是大概所有游戏平台之母 你就到了下方就有三点 我们选汇出 汇出就可以汇出整个单字集的文本 我们再回到了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举例哦 挑一个那种两排的题目 比如说Find a match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来做中文跟英文的练习一样 Ctrl C 到了这边Ctrl V 一秒钟就完成了后台游戏测验的设定 就可以开始玩了 除了刚刚讲过的后台的输入系统之外 还有什么更简便的输入题库的方法吗 有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等于是线上社群共同备课的概念哦 你只要到这个放大镜 好来 Community 我们的话 假设我是国小的自然老师 我现在要教的是自然科 那假如说小五自然之后就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适合您的学生的题目 其实有非常多哦 都是我们台湾的老师非常认真在做的 那假设我觉得这个题目看起来很简单 很方便适合学生上课来做测验 那我们呢 我现在拿的是没有升级的账号哦 免费账号就可以做 你直接拿的是Aided Content 我们来后台编辑 如果你直接按储存 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看一下 好的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出现在My Activities 就是你就变成我的了耶 好方便哦 那再来的话是刚刚 如果您呢 在看的时候 你觉得呢 想要再多问学生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做 这边有一个Aided Account Question 那当你不想要做那种卡户的题目 再加四个选择题 做一个简单的配对 你只要只需要做像这样子 诶 蝴蝶 搜寻图片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它模式非常多变 它就上传哦 那再来题目都是一样的 直接复制贴上 这样子的话你又可以产生自己客制化的后台的题目 非常方便有趣哦 这样的话就可以省下各位老师在做后台准备备课的时间 也可以让上课多一点欢乐而且复习的时光 非常推荐给大家 谢谢 最后要补充的是 我的我除了上课可以来比赛 回家派发作业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 它可以来当上课复习重点之用哦 尤其是这个扑克牌模式Random Cars以及Random会有模式都非常好用 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 当你选了Random Cars就可以选Bill 来举办看到卡片要直接讲出英文哦 Big Budget Movies 一号中文意思是大预算电影 Good Job Next one Vue in Time 三号 观看时间非常棒 我们还可以 Shampoo the Car 我们还可以洗牌 然后呢就可以来透过一些生效以及画面的变化 吸引学生来复习重点 另外一个的话是所谓的命运的转盘模式也是一样哦 我们来看一下 请大家看到这个单字要大声的念 我们要请同学讲出中文意思 来大家一起说 Movie Release 10号 好电影播放非常棒 我们再找下一题 来全面一起说 Everyone Together Special Effects 20号 特效 非常好 所以各位老师有没有发现 其实这样子非常吸引小朋友 跟学生的注意力 那这样子教学的话 一定会更加有趣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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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